Hello大家好,我是普奥文 我现在是在猛送纳卡 前几天一直在山下打包发货,设计包装 今天难得好天气,上来山上转转 因为今年受疫情影响 上来茶山的人比较少 所以很多寨子的茶叶都没卖出去 今天上来看一下能不能捡一点肉 这里就是纳卡寨子 这是一个拉护族寨子 在寨子的中间也有一大片的古树茶地 纳卡的很多古树茶地也分布在周边的山上 我个人觉得生态环境相对比较好 古树也比较集中的就是在寨子的后面山上 像寨子边的这一片古树 有些树还是很大 但是寨子边的这些古树的话 相对来说生态环境也是比较差 像这些古树就在这个猪圈旁边 肥料倒是非常的充足 但是我做纳卡茶叶的话 像这块地我是绝对不会要 这几年因为陈胜号在寨子里面建厂 大量的收线业 而且跟很多茶农都有签约 所以这几年 纳卡的茶叶价格也涨起来了 以前只要一千多块钱一公斤 现在的古树都要两千多一公斤 现在去朋友家喝杯茶 我认识的朋友 或者是我在他们家做茶的茶农朋友 都是没有跟厂签约的 而且我认识的朋友 他们家的茶地是在后山上 海拔最高的地方 生态环境也是比较好的一块茶地 去年有带大家去看过 今天茶还剩多不多 还多啊 今天生意不好吃 古树的 他说在箱子上写的 大树 这个是古树吗 这个知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做的 今年来 我知道今年来 有没有下到雨 没下的 这个是没下之前的 没下之前的 我先喝一下 今年古树还剩这么多 这个纳卡调索好像是有点短 喝一泡纳卡古树 今年的春茶 香气还可以 你买的到虾 飘过来了 夜里更香 纳卡的古树茶也是兰花香 但是这几年 在纳卡的栽子里面 很难嗑得到比较浓郁的兰花香 因为像这边的古树茶也要看地块 然后这几年是因为 陈生在寨子里面建厂 大部分的茶笼的茶也都送到厂里面去了 然后家里面有的一些茶也也都是浑彩的 所以纳卡这几年要挑古树做 这茶汤的工艺做得倒是没有问题 它这个茶倒是没有下到雨 也不闷 茶汤也不闷 什么散的 茶汤散的 像这个纳卡 你说要香 有一点香 但是又不是很浓郁 然后茶汤的浓汤香的一般般 有 但也不是很浓 茶汤的甜度也不是特别高 肥肝生巾也有一点 有 色感也不是很重 苦味也不是很明显 就是感觉有点 没有 平平淡淡 不是很突出 感觉到水比较短 苦韵不深 没什么苦韵 这是第三泡 现在第三泡 苦色味度比较明显一点 要不你问一下 你问一下你解说 就是说那箱子上写的古术的 然后有没有比这个更好的 但是它现在这个 回甘生巾的特别持久 这个喝我们这个口径还是舒服 这个是更好一点的是吧 像前面喝的这一泡 差不多从第四泡开始 它这个茶汤的水味就比较淡 没什么水味了 然后茶汤也是比较平稳一点了 然后现在再试一下 刚刚拿出来的这个果酥 这个是前面喝的 现在再试一下 刚刚拿出来的 这个叶底还没有前面那一泡好 这个叶底的话没有 刚刚那个叶底香 这个叶底是有点闷的 这一泡好一点 这个叶底是有点闷的 这个叶底是有点闷的 有可能是一天没晒干的 水味更重了 对呀 这一泡的水味还更重 所以这一泡应该是有下到雨 或者是一天没有晒干 但是前面那一泡的话是没有下到雨 也是一天晒干的茶叶 喝起来鲜爽度更高 这个是更好的吗 他说是更好的 他说这个是更好的是吧 把这个拿走 这个不要这个不要 刚刚那一泡不要 这个要下到雨 这不喝了 这个不喝了 现在又拿了一泡古树出来 说这个会比前面喝的两泡都更好 现在试一下 但是看这个调索的话 确实也更漂亮一点 他叶片好像看得更厚 对 这一边 这个叶底的香气可以 他这个沙千座也可以 像这一泡茶的话 他比前面两泡会更好 他茶叶的色度没有那么重 然后毁甘生津 也是比较直接 而且很持久 茶叶的鲜爽度还是可以 甜度也可以 对 甜度也可以 我觉得他最大的区别就是 他这个水 汤有露喉 前面的第一道 就是感觉这个茶汤就在口香里面 不露喉 这一道的话还是有露喉 这一道的话 好像也没有水味 水味都还行 它只是说香气没有第一泡那么 那么飘 对 他尝一下滋味 就比较多要沉一点 对 这一泡的话 才有点 纳卡古树的感觉 我们刚刚喝了三款 就最后一款 说是前面最早做的古树的存料 也是没有下到雨的 综合的来说 这一款是最好的 但是相对往年的品质 还是有一点点欠缺 最起码从香气上来说 没有往年那么高 但是这个香气也有 包括茶汤的香气也有 不是特别的浓郁 然后茶汤的滋味的话 还是挺足的 还是后面的那个好说 对 纳卡古树茶 没有老伴当的那么重的茶器 也没有义务茶那么香 但是他也没有布朗珊那么苦 也没有格朗核的茶那么色 他有他独特的回甘持久 入口甜润 他是比较适合一款大众的口凉茶 所以我说 我喝起来相对会比较平淡 那是因为我对比其他茶而言 但整体来说 纳卡茶的这种回甘持久啊 这种特点还是比较明显 虽然说今年的这个茶香气会稍微弱一点 但是纳卡的茶还是比较适合采放的 今年很多人说 在春茶结束之后去上山捡肉 当然可以捡到肉 但是肉也不是那么好捡 也要靠自己去品 如果是说拿到下锅雨的茶 如果不太了解的话 那也同样不叫性价比 也不叫捡肉 今天喝的第三款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也是准备拿一件下去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